大家好,我是阿昌 這次真的不止是沙煲貴還是牛腩貴 這隻不用一千元的淘寶衣櫃 基本上都不錯 但是因為這件背板 是一件乾身的,不知是松木還是安樹那類東西做出來的板 一直有很大的味道飄出來 還有這些它乾身什麼面有都沒有做的板 因為這板內座吸了濕氣就會發霧 所以一隻不用一千元的淘寶衣櫃 我就拿兩塊水 去買這瓶納邦的水性漆架 漆架即是清漆 是,是用木器用的 它封住這件板,有兩個作用 一來是阻止它發霧 二來是有一個保護層蓋住它 讓它表面的鼻不要弓出來 是,是 剛才還有今次買了一支 三十八元的 三匹十六竹排斥去招呼它 因為等待會拖出來的櫃背也有下它 是 是 這兩塊也有兩塊水了 這櫃也不值一千元 所以我先倒出來 是,還有它官方建議都要加少許水稀釋 是,不可能侵我太厚 它的油出來變成不是透明的了 可能變得有少許反白的了 是,加少許水 一成左右 是,加少許水稀釋 這些粗的東西就要用八七餐釋 用八七餐釋 如果真的要做木門的那些 你就用乾淨的棍去招呼它 因為它一開出來的手 我也覺得太稀釋 攪拌均勻 就可以出手了 接著也是那一句 點四分一到三分一 然後你怕滴就刮一刮 還有我們最重要是有這隻角 有一個不封 這支沒有角 你要這樣按一張角出來 對了 我們可能有這些就不靠錄的了 靠自己按一張右掃,按一張角出來 去買邊位 還有我買這隻就是半光 大家有地板有很多注意了 師傅問你油什麼乾呢 你就不要要瓦面了 就是木地板反昇那些 因為瓦面那些 油了好像沒有油 看下去 對 零粒粒的那些 你先看下去有尿度 對 其實我現在這個是錯的方法 正常油膠 正常油膠 不會這樣油 正常油膠 哦,先把這個口 我現在這個是 油與膠的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 最底和最底 如果真的有那些 開天拿水的膠 你會看到有兩行橫紋 就不行了 正常油膠 正常油膠 會這樣 慢慢收拾 插它 然後拖直 正常油膠 正常油膠 手法應該是這樣的 確保 即使側光看 也只有多少直紋 因為這些 我剛才這樣 你一側光看 也會看到一行橫紋 兩行橫紋 由乳膠 無所謂 但是由這些木器 就不收貨 不過現在好像應該 沒有什麼利價做 起碼我幾年沒有過 因為家具一翻身 一下 噴手素 就沒有了 接著一個大面積 又如何 首先 你也是有沙子 就下了沙子 輕輕攪一攪 我這裡是沙子都沒有 首先也是點四分之一 然後按按支筆 然後拖 去到邊位 或者一些 比如這個螺絲位 就輕輕攪一攪 讓它沾到眼裡 接著 不是打橫 但向下落 對了 油春滴架 我們用一個叫 一筆到尾的方法 當然 這些水滴架 其實好像私下一樣 應該是 其實怎樣油都可以 現在先玩一下 當成它真的滴架 油 總之這 逢生 因為如果你是上網買的 很多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買的東西 是只有一個木 這樣來的 那些沒有納油 又沒有茶 拿解又沒有油 你就要靠自己去保護它 不是一潮濕 然後一發霧 那一塊就不行了 還有力架和木立油有什麼分別呢 力架就是一層油在兜面保護它 木立油那些 就是吸入木裡的 讓木已經吸飽了油 就不會再吸水 簡單來說 力架在面上蓋多一層東西 對 就會影響了質感 如果追求那些木原本的質感 就用木立油 或者那類東西 就好像有個師傅挑攬物的 他直接吃那些籃子 就有空走 臉在頭上擦 拿自己的油去滋潤它 就是這樣油